很少人发现当我们的用水量超过了降雨量和地下水的浮给量 那就如同我们的月开销超过了月收入 大家好,我叫黄良斌 现在在赫埃大学就读硕士研究生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相信很多人在中小学的课程当中学到的是 水资源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解的自然资源 因为水存在水循环,会蒸发然后降雨 重新回到河流湖泊 可是很少人发现当我们的用水量超过了降雨量和地下水的浮给量 那就如同我们的月开销超过了月收入 只能靠银行的存款过日子 存款花光了,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月收入就像降雨量 存款就是我们的地表水和地下水 别忘了我们三天不喝水基本上就死了 水资源的枯竭意味着人类的灭绝 水资源作为生命赖以生存的必需品 所以我想要多了解它 我用的是SPM的成绩 我们学校是允许SPM成豁免预科职业就读本科 简单来说是一门研究水的时空分布不均存在的规律 时空分布不均指的是雨水会集中在汛渠降下来 某些地区会比较干旱 一些地区会比较湿润 我们国家不存在空间分布不均 时间分布不均体现在雨季和旱季的区别 对应的这是一门通过水文数据 如降雨量、水位、流速、流量、寒沙量等数据的观测 进行计算得出的预报 用于水资源的开发 利用保护、管理、防汛防护等水利工程项目 除了工科的基础课程外 也要修地质学、测量学、水利工程学、气候学等 专业内必修包括了水利学、水文学原理、水信息系统 地下水原理、水利经济等等 有什么喜欢或推荐的课程吗 我都一般般都没有特别喜欢的课程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和水利工程有什么分别 水利工程是一级学科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是它下手的二级学科 我们是为了水利工程提供数据支持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通过分析当地的水文数据 预测当地的水量来建议该地区建造水坝的高度 或是河堤的高度 你认为读这个科系最需要具备什么能力 其实跟别的功课区别在于运用了更多的概率和统计 相应数学比较好的话会占有优势 读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最传统的就是政府下属的水文观测部门 在马来西亚就是加巴达本埃兰沙里瑞兰 简称JPS 如果不想进入政府部门也可以向其他的方向发展 比如自来水或废水处理等水资源相关的行业 对自己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吗? 我打算往自来水处理的方向发展 比如自来水厂的建造和运营方面的公司 最后 对想读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的学弟卖门 说一句话吧 可能这个行业的收入不会让你变得很富有 但可以让人类的文明可持续发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感谢观看